明年要休息的选手其实还蛮多的 我这几天不是你们可能不知道 这几天其实我白天也不是做别的事情 白天我去上海吃个饭也好 或者去别的地方吃个饭跟选手 就是这个比较年轻的 我也不是年轻吧 就是年纪比我少的那种选手 跟他们一起聊天 陪他们聊天 然后告诉他们最近什么情况啊 什么这种 其实看起来蛮多人 很多人要休息的 现在说这个是有点早 但是你们到时候12月14号 是转回期最后一天吧 因为他们那个说不定到时候 有机会能找到工作有可能的 所以我不想话说太早 但是确实有可能 今年的情况对很多选手来说不是那么的好 我中国最近一直在跟他们吃饭 很多人吃饭啥的 完了 对不起 我以为我是中路啊 你们为什么早点跟我说我是辅助 我的我的我的真的对不起 我的妈呀我是辅助兄弟们 我真的对不起 我的我的我的 别秒OKOK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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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说 阿菲流四那个队伍的中山 我今天早上听到的是 具体我不能说啊兄弟们 具体的情况什么的发生了啥事 我是不能说啊 我听到的版本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啊 但是我听到的是 上路是今年的那个建模 中路是阿卡利萨拉斯好像已经确定了 我听到的是这样有可能不一样的 但是因为我这个消息前几天没有 一直跟你们没有说 是因为每个版本都不一样 但是我今天好像确认的是这样子 嗯 情况很复杂 具体我也不能跟你们讲 因为哦 具体的我是不能说的 当时有机会跟那个 菲流四一起嘛 然后后来 后来还想去那个瑞兹那个队 因为今年那个瑞兹好像是真的认真的考虑 他真的是想过去别的赛区的 他真的想过去别的赛区 那个瑞兹嘛 而且OPL有三家俱乐部给他开了价格 很高 都很高的 具体数值具体金额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但是很高的 我只能说很高 但是 我猜的 这个是我猜 我猜那个瑞兹应该还是会留在那个队 哦 因为LPL给的条件 又不是LCK给不了 又不是那个他们那个队伍给不了的条件 所以说 这个是看到自己怎么决定 因为我不是他本人 我不是他爸爸 我不是他妈妈 不是他 这个签字是他自己签字的 还没签字好像 但是 但是 我个人觉得 他是还是会留在那个队 因为今年LPL给的 给那个队伍给他开的条件是 他那个队伍肯定能给的 还没确定 所以我不能说确定了 但我这是我自己猜的 我个人的想法 因为我这些信息 我都看了一下 感觉是这样 说不定他突然说 哎我要来 有可能的 但是概率比较低 主意吗 我不知道 现在我也不能确定 因为他本来一开始就是那个嘛 好像是跟 贝勒斯一起的 后来是 那个现在是萨拉斯跟那个建模了 然后他那个瑞兹那个队好像 我听说啊 这个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 所以只能这么说 因为后来 我这听到的是今天下午的 就是开直播前的情况 可能晚上又变了 别跟我们聊天 兄弟们 你们干嘛 别人让我位置 你们不要问我 这些东西好不好 先让我好好打排位行吗 对不起 加油兄弟们 等一下 先把游戏打完再说吧 哥们 别问我啊 真的反 倒霉打色体 本来就是被counter的 你们这样子吗 我打不过别人啊 我游戏重要 还是转会信息重要啊 你 我游戏 我游戏